護膚長期是跟那些病人一起去 就在病房裡面 病人睡病床 他們睡行精床 那麼現在病人感染了 陽性 醫院醫生就要護膚去做一個CT 你做CT就是陽性 醫院就把他們趕出來了 就不讓病人進去 沒地方到腳 都在醫院那些都到去躲 醫院就不讓他們到場 甚至就在我們的中心醫院那個醫院到去跑 睡在病房裡面 他們也沒地方去 所以護膚昨天被趕到外面裡 就都是在外面動了要命 今天溫度這麼低 他們本來就不發燒 你現在還把他們搞發燒了 我跟社區反應了 我說他們出來 他們到外面跑 只會傳染源更多 起碼要從源頭抓起 醫院裡 你既然知道他是陽性 你還要出來幹嘛呢 沒有 什麼都沒有 護膚有 護膚哪有 防護膚 就是要戴一個口罩 有了自己買的 有沒有一直進來找到 不知道他們有沒有 不是 這也都是外地的 因為開城 你開城那別人回家呀 對不對 別人都有家呀 有的是新招禮 有的是消感的 有的是漢傳禮 有的是陰塵禮 你說怎麼辦呢 現在最可憐的就是他們 這一陪幹部離修的幹部是幾多年都不回去的 那麼離修的幹部家屬就要求他的護膚 因為這幾年嘛都有感情的 都過了他們家沒人 有沒有人招呼 還是要護膚就留在這裡的 所以有一陪這樣的護膚 有二三十個護膚都沒走 這都是幹部樓裡 全部是離修幹部這邊的 那他們這離修幹部屬於什麼幹部 是省級的還是市級的這些 我們不知道 反正他們是長年累月去的院裡面 我也不知道是省級 有省級 有市級 我們都不知道 他們是做離修幹部 做離修幹部感染的 病人有國家管 這些護膚就沒有人管 我就是一個中介公司 我是憑我的良心 我一直在連心 我說不能讓他們去把那些細菌道去傳染 我現在知道我的護膚 現在有五個感染的 沒有地方隔離啊 賓管找不到 賓管都 我叫他們 我叫我們 看一下跟他們顆策 沒地方 把策和策和策 harms